好,歡迎來到Zodiac Trading 今天我們要聊一聊VIX 還有VIX的一些衍生工具 那我們在上一期的VIX的視頻講到 VIX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對沖工具 同時呢,它在美股市場裡面 有著非常強的這個對沖的效果 它跟標普指數之間有80%的這個負相關性 也就是說今天當如果當整體美股市場在往下掉的時候 VIX它可能就會往上漲 80%的概率 如果說標普指數S&P往下走100點 那麼可能VIX就會往上彈80個點 那然而呢,這樣的一個相關性不是永遠都有的 那麼在未來的付費課程還有知識體系裡面 會詳細的去聊到VIX的一些機制 但簡單來說呢 VIX是一個非常好的對沖工具 那同時呢,它有非常好的流動性 也是至今為止最偉大的金融發明創新之一 那同時呢,也有非常多的交易員 每一天都在交易VIX 所以VIX它的流動性是非常的好的 你是不會說找不到交易的對手方的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VIX它究竟有哪一些的一些衍生工具 這個VIX的家族到底有多大呢 還有VIX又展現出一些什麼樣的一些特性 當我們在交易VIX的時候 需要去注意它的一些特性 那首先呢,我們來聊一聊 VIX的其他的一些衍生工具 那麼因為VIX本身是一個指數 它是一個index 它是通過一個期選 它其實就是我們之前講過 它是S&P的30-day impact volatility 它是標普指數的30天的銀行的波動率 所以相對來說呢 它是不可交易的 指數本身是不可交易的 但是呢,我們可以選擇去交易 VIX的index futures 我們可以選擇去交易 VIX指數對應的期貨工具 那當然它是一種現金交割的工具 那或者我們也可以選擇交易 VIX的index options 我們可以選擇去交易 VIX指數的這個期權或者是選擇權 那所以呢,這個相對來說 這兩個品種呢 相對來說合約的使用保證金佔比比較高 也就是說你需要稍微大一點的本金 去交易VIX 以及這種它的一個期貨 或者是它的一個期權 那如果說在你的自由的交易本金 沒有在這麼大的一個基礎上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今天可以去交易和VIX 相關的一些ETF 或甚至是一些ETN 那實際上在這個網頁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系列的這個ETF 跟這個ETN 那在很久以前 我有講過這個ETF跟ETN 它有一些區別 ETF它是exchange trading funds 那ETN是這個exchange trading nodes 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一些比較大的差異的 那總體之間最大的差異就是ETF 它是有一個現金或者是等值的一些抵押物 當作抵押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ETF的投資人 那假設今天ETF 它清倉它下市了 那你會得到相應的抵押物或者是賠付 但是ETN呢 那相對來說它是沒有這一個抵押物的 所以往往你要非常注意 有一些ETN 它如果一旦下降或者是下市 那麼有可能投資者 將會賠損這些部分的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 對應的這個VIX的ETF跟ETN 那首先是比較popular的 比較多人交易的就是VXX 那這個是一個VIX的短期的ETN 所以要記住它是一個ETN不是一個ETF 還有VIXY 它是一個VIX的短期的 對應短期的Futures的ETF 所以它是一個投機性比較強的ETF 還有UVXY 這是一個反向的 這個不是反向的 下面的SVXY還是反向 這個UVXY是一個正向的 但是它有一些槓桿 一般你看到Ultra 它就是帶槓桿的 有可能是1.5倍 有可能是2倍 或者是2.5倍 等等的槓桿型的短期期貨的ETF 它是意味著它跟蹤的是這個VIX的短期的期貨的表現 好那SVXY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short VIX short term 所以它有兩個short 第一個short的意思是它是做空 所以它是反向的 它是一種inverse ETF 所以它是一個反向的一個VIX的短期的期貨的一個ETF 所以它追蹤的是反向的表現 如果今天你想要去壓住VIX快速的衰減 那麼SVXY也是一個不錯的工具 好那我們來看 其他的一些對應的一些可以交易的選擇權或者是期權 我們可以看到VXX有不錯的流動性 你可以在VXX上面去交易VXX的期權 那SVX也有期權 UVXY也有期權 那VIXY也有期權 VXZ 這個是一個中期的一個對應追蹤中期的VIX的期貨表現的這個ETF 它雖然相對來說的動性沒那麼好 但是它同樣是可以交易期權的 VIXM 它也是一個對應這個中期表現的這麼一個ETF VIX的中期表現的一個ETF 那這邊來看一下有帶槓桿的這種ETF 比如說Long Leveraged 你可以看到仗上Ultra 實際上UVXY是幾倍槓桿 是兩倍槓桿 那VXX跟VIXY其實就是沒有Leverage 它就是一倍 就是說沒有說一倍 就是意思是說一樣的這個跟著VIX走 那VXZ跟VIXM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對應的他們是追蹤中期的Term 而不是追蹤短期的VIX的合約 那我們來看Inverse 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叫反向的這個ETF Future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ZIV 那同時有另外一個 這邊沒有寫到叫做XIV 那下次有機會 我們做個視頻來聊聊XIV的這個Case 為什麼它被delisting 那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 那也是一個蠻經典的一個風險案例 那ZIF它同樣跟XIV一樣都是下市的 它同時是一個反向的這麼一個VIX的ETF 那它所以是長期是做空中期的這個VIX的期貨合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麼VIX的ETF和ETN有不同的發行方 未來我們可能做一期視頻去聊聊 ETF跟ETN有不同的發行商 也有那麼這一些發行商之間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美股的投資者 或者也是一個深度的參與者 你可能要去了解ETF的發行商 跟ETF的發行商 各自有一些區別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iPath Fan Barclays 這個他們發行的有VXX跟VXZ 還有XVZ 那他們發行的這三種產品 全部都是ETN 一般來說 投行比較傾向於發這個 發佈這個ETN 因為對於Selsa來說 他們可以賺一點現金流管理費 但同時呢 不用去承擔任何這個 collateral 或者是這種賠付的責任 那第二個叫Proshare Proshare它實際上是一個專門的發行 這種ETF的這種基金機構 所以你看到它發的很多都是ETF 那所以它發的有 Proshare發來SVXY UVXY VIXM 跟VIXY 那我們可以看到Velocity Shares 跟這個Credit Suits 都是有發行類似的ETF的 那TVIX VIX VIX ZIV 這三個 都是什麼時候Bedded Listing 應該都是ETN 都是在2020年的7月2號的時候 下市 那這個OTC 用了一個TVIXF 這幾個做一個馬甲VIXF跟ZIVZF 會在2013年的12月4號 同時做一個Delisting 或者是一個到期的動作 同樣有Investco PowerShares PHDG 等等 那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VIX的相對的 它的ETN跟ETF 各家都喜歡發 因為它流動性很好 所以是各個金融機構都想摻一腳 但是真正去交易的比較多的 還是VXXS VXY 這類的 像什麼AAVXBBVX 這些 實際上都是過去倒掉的這些 幹一票就跑的這種 這種ETN 很多很多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ETN 都是被打爆的 那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家族裡面 有超多巨多種這個VIX 還有這個VIX相關的一些 延伸品家族的東西 那但是呢 我是非常建議投資者 在去做投資的時候 首先要去對這些VIX相關的 ETN跟ETF去做調研 去理解這中間的一些差距跟異統 那你才能夠去理解說 你應該要去持有 或者去配置哪類的這個ETF 哪些ETF跟ETN是可以長持 哪一些是可以短持的 這麼一些ETF跟ETN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最有流動性的幾個 most liquid的ETF跟ETN 它的交易量非常的好 所以它的options 也是比較多人去做交易的 所以我會非常建議大家要 真的要去做VIX的一些ETF 的ETN的話呢 先從這幾個 剛剛看到的這四檔 的ETF 去開始去做起 那實際上 VIX有一些它的一些獨特的一些結構 那首先它的一個計算 它實際上 有機會我們來講一講 VIX的一個計算 實際上它是一個CPOE的 一個white paper 它是一個白皮書 那是一個白皮書上面去記錄了 VIX是怎麼發行的 VIX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那VIX一般來說呢 它是 一般我們都叫它是一個Fear Gauge 它有點像一個彈簧 每當這個金融市場 遇到一些系統性的壓力 或是系統性的危機的時候 它就會像彈簧一樣跳起來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Fear Gauge 這是一種比較 比較 這個熟練的交易員的一些看法 一些 我們的一些稱呼 那同時呢 這個 我們也看到VIX 其實跟SPX之間 是有比較強的correlation 所以一般我在交易 SMP的時候 都會去拿一些VIX 做一些對沖跟保護 那我們下期再做一期視頻 去聊聊什麼叫做Hedge 什麼叫做對沖 那 其實當我們在交易VIX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記得幾個部分 首先是 我們要去看合約本身 我們要去看 如果你在交ETF跟ETN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 ETVIX的發行方 你要去關注這些VIX的 它到底是有沒有槓桿的 它是鎖定追蹤短期跟中期的合約 還是怎麼樣 因為VIX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一旦飆升起來 它飆的快 掉的也更快 而且一年225個交易日裡面 一般來說 VIX會飆漲的概率真的不大 可能一年就這麼幾次 兩三次 所以如果你是長期去做多VIX的人呢 你中間會承擔很多的一些虧損 所以一般來說呢 在交易VIX的Futures的時候 我們往往去追蹤的是短期的 它的Performance 我們去追蹤短期的Futures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注意的 那我們同時呢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期貨 它是一個Futures 那Futures就會有它的一個期限結構 這個比如說Counting Go 或者是這個Discount等等 其實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講一講這個 期貨的期限結構是什麼意思 那簡單來說其實就是它的一個供應 跟需求的一個對比 那同時呢VIX也有一個Term Structure 這Term Structure 那就對應它的一些期限結構 以及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波動率的結構 都是需要去注意的 那VIX的合約同時也有不同的一些特性 而且你也要非常關注的就是 這些VIX的合約是什麼時候到期的 如果你今天選擇全交易期權的時候 你要非常注意你的expiring date 你要注意非常注意你的這個合約是什麼時候到期 那VIX有很多的這種Data可以去看 比如說它有Historical Data 它有這個COT COT是所有期貨交易員都要去了解的一個報告 它是CFTC針對於任何類型的期貨 無論是現金交過還是食物交過也好 它會有一個這樣的網站 你可以去看COT report 你去了解現在VIX的持倉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VIX非常重要的一些內容 那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要了解更多關於VIX的一些信息 大家其實可以來到CBOE.com CBOE.com它這裡有非常多的關於VIX的視頻 還有關於VIX的歷史走勢 還有一些它的一些資源 還有VIX的一些交割等等的一些信息 還有包括這個Wide Paper 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Wide Paper 實際上就是都在這個CBOE的官方平台是有的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跟下載 那當然是需要一些時間去理解跟消化的 那這個總的來說 這個VIX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 它允許交易員去對不同的維度去做交易 同時對於標普指數它的波動率結構 有一個非常直觀的認知 因為其實當你做交易做久了之後 你不僅僅是對東西價格的走勢去有所判斷 你更多的是會對這些標的物 它底層的一些邏輯結構 還有它的波動率結構去做一些認知 所以這個是交易VIX的非常非常強大的優勢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去開戶的話 我推薦大家可以去銀透證券去開戶 那麼鏈接呢 開戶鏈接我會放在底下視頻的描述欄裡面 各位可以通過點開這個鏈接去開戶 同時獲得一些關於開戶的話呢 也可以來問我 有些問題可以都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簡單的聊聊什麼是E-VIX VIX的衍生工具有哪一些 還有VIX的交易的一些特性 那麼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請點贊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